然後我覺得他們就是很sweet很甜蜜的一對夫妻 所以妳沒有去過大S家訪問床墊嗎? 妳會去人家朋友家訪人家的床墊嗎? 黃立雄付出要祝福她嗎? 當然 有經過海思辰這個派嗎? 我有新學到 對 所以妳沒有去過大S家訪問床墊嗎? 妳會去人家朋友家訪人家的床墊嗎? 最近有關心她嗎? 我覺得朋友一般的關心當然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不會因為譬如說媒體的話題 或是媒體報導去特別多問 我覺得這方面我們就沒有多過問 那小S的部分妳會不會覺得她很可憐 就是這樣被牽扯到 在我看來其實Mike跟小S的感情就是很好 然後我覺得他們就是很sweet很甜蜜的一對夫妻 很幸福的家庭 最近有沒有碰面? 最近最近沒有 12月就是12月小孩子活動其實蠻多的 就有點忙 從力宏復出要祝福嗎? 當然力宏的才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非常祝福 很久了 她有臉入嗎? 平常就是沒有說很平凡 因為大家真的帶孩子都很忙 妳家床墊很貴嗎? 床墊 就是一般啦 一般 我現在睡的是那種應該是偏軟的床墊 然後是可以電動的 所以一人一床 比如說如果我看電視比較晚 我就不會打擾到我先生 所以在價錢上也會比較高一點 好像就是差不多一般 因為現在這個很普遍啦 這種電動床很普遍 老公看是很好的床 不大算耶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一整天都忙嘛 就各忙各的 然後也是忙小朋友 所以我們真的是每天啦 我們睡前是會有儀式 就是看著對方 就是應該是可能一整天就對到眼 那個一個瞬間說 晚安要睡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給互相一個hug 然後就是睡覺這樣子 但是他不是好床 因為他打呼非常的大聲 而且他那個是震到那個 震耳欲聾啊 就是你覺得你的那個耳膜已經 快要真的被震壞了 但是呢 以前他還年輕的時候 你這樣子推他一下 他換個姿勢就不打呼了 那現在是你怎麼推怎麼轉 就是馬上一秒以後又 所以我就會自己去找 很合適的降噪耳塞 真心推薦給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回流信封我送你們一副 非常柔軟 覺得要睡覺才會漂亮 其實老公在裡面有賣任的 瓜奇寺證券嗎 對他其實 呃 換公司考了一陣子 你也不在證證嗎 呃他就是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他在做什麼 不是很清楚他們的內容 所以他每次跟他金融界的朋友 在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稍微放空一下 因為我真的聽不太懂